其实宇宙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连有1381年的历史了,人类在茫茫宇宙之中显得犹如尘埃一般,然而要把这1381年的时间浓缩到一年,那么前半年相当于无聊到半,首先浓缩成一年的话一秒就相当于438年,每小时相当于158万年,而每天相当于3792万年。 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时空穿越开始了,1月1日宇宙大爆炸,此后有着两亿年左右的黑暗,这时的三体人还沉积在黑暗之中。 1月13日星系开始产生,银河系形成,星辰物质浓缩消亡,一次又一次的反复,8月31日宇宙在经过漫长的黑暗期之后,冰冷的银河系终于引来了自己的第一道曙光和热。 太阳诞生了,9月14日地球在诞生的最初十亿年里,一直在被小行星撞击摧残,月亮就是这个时期的随带品。 9月25日,最伟大的东西诞生了,生命的起源,地球上开始出现单细胞生物,12月17日海洋生物发展壮大。 不过贡献嘛,就是造福了未来的海鲜烧烤事业。 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,地球从一个荒芜的死至星球,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。 简直是发天赋地,森林,恐龙,妙类昆虫遍布全球。 12月30日凌晨6点24分,太阳系外的天外来刻造访了地球。 地球在一次沉寂,而在12月31日,地球又进入了意想不到的悲速发展期。 12月31日13点30分,人类和现代人类的祖先,元抗修二元和喇嘛古元诞生了。 22点30分,这颗水之星球的第一批人类诞生。 23点45分,北京人学会了使用火人类吃上了烧头,然后人类历史开始用秒计算。 23点59分20秒,人类进入农业社会。 等极致度出现,23点59分52秒,中国建立下潮。 不过人类还在大自然的力量下生存。 23点59分53秒,东方进入青铜时代。 四大发明的指南针诞生,而西方打响了特洛伊战争。 23点59分53秒,印度阿裕王王招攻开始。 中国进入秦朝,守拜皇摩秦始皇,建立兵马永和地宫。 佛教诞生,23点59分54秒铁的时代到来。 以色列王国出现,大唐王朝教室,23点59分58秒,文化点封送朝来到了世界。 十字军正在东征,欧洲正在饱受黑四病的折磨。 23点59分59秒,欧洲进入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。 正和也开始进入了海洋。 而23点59分59秒到24点,浓缩了整个科技时代。 工业革命,登月,互联网,凌晨前4秒,耶稣才诞生,最后0.02秒,我们才有了网络。 原来历史真是太短暂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